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熊 今天向山给上面的那两个女主播买菜去 然后现在刚刚下到底寄村 下面我也没有拍视频 因为路中那个手机没电了 估计他们两个现在都还没有吃早饭 我一路喝了一瓶水 一瓶可乐 现在才寄村 刚才还不小心倒在那个裤子上 已经累的 快了真的不行,马头大汗 我早上下去的时候八点钟上去 然后下来只花了一个半小时 我要到这上面了 现在马上也到家了 本来今天早上都问一下他们两个 采法一下他们两个 住那个房间 感觉如何的 但是 没有想到 我起床的时候他们两个还在睡了 睡觉 所以也没有没法问 等一下我们到家的时候 再去采访一下他们两个几个问题 这一贝罗里 全是七菜 没有被任何东西 因为就像在我们学鸭村上上呀 很少下雨 做不出什么菜 所以只能向上去 买菜上来 这一款飞上去 估计要吃个四五天的样子 然后 就相当于上面游客的话 隔几天 要下去买买吃菜 完了 那个汗流到眼睛里面去了 啊 哎呀 好了 哎 现在是终于 到家了 再走两步 就要到家了 鱼 到家了 小七 七老表 哦 小七分里 无不无聊 哎呀 昨天睡得怎么样 做梦了 梦到什么了 梦到家 后来来了好多人 是吧 今天出现了吗 今天出现了 我今天帮你卖了一瓶水 太丰富了 还有菜吃了 现在终于到家了 还有鸡蛋 太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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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以为是玉米了 还有瓜 南瓜 不错不错不错 太幸福了 辛苦了 今天隔了那么几个小时了 我接你了 我接你了嘛 没有 我在下面休息了 一会儿 没事等一下拿就行了 今天的菜 太丰富了 刚刚到家 休息了一会儿 看到家里面的这些网红棚 特别乱 现在收拾来洗一下 走一趟 上山 然后再回来 还是蛮累的 现在我就只想睡个觉 但是必须要把这个家里面搞干净一点 我感觉我在家和小花在家的区别的话特别大 小花在家家里面都是比较干净 每天都能保持那个干净 而我在家一天一天是干净 但是不是说每天都能达到这个干净的标准 明天我就上山去接小花孩子他们回来 到这山上来接待游客 先把这些网洗了 游客看到我这些网都受不了 小花 再去干净 与你用小花